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 因病離開後 民主黨和共和黨 就著空缺人選展開了角力 特朗普明顯地想借助空缺人選來吸票 但拜登陣營方面也不約 竟然想到要提出一些反制措施 似乎這場十月驚奇 不覺意地提早上演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特朗普較早前已經放了一封聲 說他將要提名一個女性人選做大法官 而且他所提名的人必然是保守派 特朗普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肯有他的心意 首先來說 他就是想借助這個人選 來撈取女性的選票 其實這個人選 也是特朗普之前所提倡的法律與秩序的延續 較早前美國發生了全國性大規模示威 什麼Black Lives Matter 尤其是在很多民主黨執政的州份 越演越烈 後來演變成為搶劫 有很多選民都頂不順 你搞還搞 後來搞到變質 特朗普出了這一招 法律的目的 明顯面向是女性選民 鄉膠的選民 現在再提名一個女性的法官 來接看這位金斯伯格 他也是目標一致 其次他就是要鞏固保守派的票員 和動員保守派的支持者出來投票 因為有些保守派支持者 其實對於特朗普的印象不太好 但現在特朗普再提名一個保守派的人選 做大法官的時候 就會使得美國最高法院 保守派和開明派之間 由5比4變成6比3 因為金斯伯格屬於開明派 這樣便會推出保守派的選民支持 尤其是想擴大在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度 因為特朗普現在提名幾個人選 他們都是反對墮胎的 有幾樣東西都是符合福音派的教義 所以特朗普的心意很明顯 特朗普撈取選票 想拉攏選民 拜登不是很愚蠢 他現在的民主黨陣營是打算做什麼呢 反制 首先他們想在參議院裡搞拉捕 因為要通過大法官的人選 其實需要參議院通過就可以了 現在參議院仍然由共和黨佔多數過換數 民主黨方面想拉捕 在共和黨方面 他們想要快速戰速決 希望在總統大選以前 可以通過得到這個人選 可以使得到這個人選的效應 反映得到在選舉身上 如果人選在選舉之後才上任 那便可以拔到份 但是民主黨陣營 拜登陣營 他們提倡一件事 就說這個大法官的人選 應該由新一屆的美國總統來任命 這種說法不但沒有道理 而且是輸打贏要的 按照現行美國的法律來說 沒有貼近總統大選的時間 不能夠任命一個大法官 他是按正程序和按正法律去做的 只不過人選很大可能 很大機會是不符合你拜登和民主黨的心意 你只是走出來嘰嘰嘰嘰嘰 你那個拉布是沒有道理的 你那個反對也是沒有道理的 而且拜登還說一件事 為什麼我說他輸打贏要呢 他說Touchwood 如果他真的在11月大選當中勝出 入主白宮的話 他就會撤回特朗普的提名人選 並且再諮詢兩黨的參議員 提名他自己的人選 你說是否輸打贏要呢 喂 任命了的東西是可以這樣來推翻的嗎 如果是這樣 凡親共和黨提名的大法官 你都可以解僱他由於全部 把他罷免他 你不喜歡特朗普就一回事 但你沒有理由因為不喜歡他而破壞制度 特朗普現在這個任命 不是按照他自己個人意願就搞得好 而且是要通過參議院的議決 通過了以後才可以上任 那麼參議院是否有民主的基礎 是否有民意的基礎 喂 你這樣可以推翻得到 根本上你就已經凌駕了民主的制度 所以較早之前這個拜登走出來說 就說一旦他上任 就會撤銷特朗普時期對華所加徵的關稅 他講的時候 有些人是半信半疑 又說他講一下 因為兩黨都是對華強硬 他不會這樣做的 但現在看來這個拜登 根本上就想推翻 特朗普在任期以內所做過的一切 就是用英語講 就是turn the clock back to 2016 就是想將時鐘撥回去四年前 現在看來他就有這樣的傾向 所以接下來我們再講這個TikTok的交易問題 大陸方面我相信他也有把總統大選的因素 放進去考慮之列 特朗普昨天說到 有關TikTok的交易 現在就在順利進行當中 他就說 如果能夠拯救得到TikTok 就拯救了 否則拯救不到的話 就請你關門接他 他就強調美國必須要擁有全面的安全 好了 至於他批准TikTok交易 那個先決條件 就是美國的股東必須要掌握得到 這一家新成立的TikTok Global的控股權 根據較早前的協議 我們上幾節也有說過 就是美國的股東 其實股份可以佔到一半以上 但是TikTok的母公司自節跳動 就有另一個說法 就算成立了新公司也好 自節跳動仍然掌握了新公司的八成股權 但是在這八成股權當中 有四成的股份是屬於美國老的 所以八四三十二 其實美國人掌控了百分之三十二 再加上這個Wallmark 再加上這個甲骨雲 加起來是百分之五十二 所以就變成了美國有控股權 好了 現在大陸方面似乎又跳草群舞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昨天又在Twitter上放風 據他了解 北京當局不會批准TikTok 和甲骨文以及Wallmark的交易 北京認為這個協議會危害到 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和尊嚴 而環球時報亦在配合胡錫進的論調 出了一篇社評的標題就是 《對美國考取豪奪TikTok說不》 我的看法就是 根本上大陸就是 對於美國總統大選 現在就是壓一批下去了 加起來如果他真的不賣的話 肯定就不是以商業因素 放在第一位 而是滲入了一些政治因素 而最重要的要考慮到的因素就是 他們可能認為拜登會勝出 總統大選 而拜登在當選以後就會對TikTok鬆章 這件事真是說不定 因為他已經說到會撤銷對華的關稅 又要撤銷特朗普的大法官任命 甚至撤銷對TikTok的封禁 有什麼出奇呢 反之如果大陸在現在售出了TikTok 或者叫做和Wallmark和甲骨文合作的話 即使他叫價到市值是600億美元也好 Wallmark和甲骨文只不過是買兩成這麼大 最多收回120億美元 但是控股權就落在別人手上 因為字節跳動本身有四成的股權 是美國股東 所以特朗普就想 不想離開市場 你又可以賣掉這間餐廳 那大陸不想 寧願拼鋪一鋪 讓你禁VEN幾個月 然後有得翻身 比這樣更便宜 若當時拜登當選人 但又願意買到鬆章的話 那他就可以保存住這間公司 不需要給你逝留 我相信他是有這樣的考慮 否則現在不可能被禁VEN也不賣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大陸方面就是想押一批 就是買拜登贏 至於特朗普現在就說 交易到成功就成功 就算是拉倒也好 賣不到就罷走了 因為在他的角度 就是把國家安全的問題放在第一位 若然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根本上美國是掌握不到控股權的時候 那不如不要搞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在他的看法 特朗普做這個決定 又有他的心意 可能美國封閉了TikTok 是會對於青年選票有影響 是會得失了一批人 但可能在特朗普的眼中 既然你不肯賣的時候 你如果在美國總統大選舉行期間 而繼續運作下去 是會對於他的選情有打擊 而這個打擊 是會比起關閉TikTok所導致流失的青年選票為之大 所以他就做出這個決定 否則他不會貿然關閉TikTok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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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